你们知道小桃的原来是干嘛呢 不是花点游泳吧 国家队的 你最好成绩什么来着 德国世界第一 没有 世界杯第四 全运会冠军 厉害 就夹鼻子 腿在外边 腿在外边 轮来轮去 就一出来都 哎特演特像 你再来 走走走 不是 但你嘴不能张的 说错了就是嘴张不张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来来来 绑住我的眼神了 打眼睛了 这样这样这样 一边一个可以 一二三走 吸水了吸水了 完了这个动作完了之后 下来之后本身 啪腿又出来了 啪啪啪 腿还得这样 就没有我们这波之前 全世界的花儿游泳 是二维的 就是是凭着的 后来呢 就是在中国的 花儿游泳界有了一个北京队 这个北京队原来是全国冠军 北京队因为有一个女孩 她跳水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了这个 基本上我是那个被举起来 啪一分腿她从我这儿 飞出去的那种 你就是龙门她就是鲤鱼 我就是龙门 那时候中国其实都十几名以外呢 他们对中国人很不客气 就是世锦赛那次 我们一跳 给他们惊惹了 完全给惊惹了 就是从此以后 花儿游泳从这样 变成了这样 哦 立起来了 这个人物就立出了 首先出场的是北京队的桃红 来龙门 龙门 所以中国花儿游泳厉害 现在奥运会不是都拿过奥运会的 金牌的 学生